传递健康,共享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静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您的订阅 老年痴呆是一种脑部疾病 老年人患老年痴呆会使记忆力短缺 有的老年人痴呆还会是脑部精髓,细胞受损 导致精神功能减退,从而影响正常的日常生活 据资料显示,中国每年将近20万老年痴呆者走失 那么能找回来的概率只有50%左右 可见老年痴呆对于老年人来说,危害是非常大的 日常生活中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食疗方法 经常吃一吃,对于老年痴呆是有帮助的 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记忆力,提高智力水平,从而预防老年痴呆症 首先我们来准备20克小米 小米是一种养胃的穀物 小米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其中维生素B1是大米的1.5倍 小米的蛋白质含量也是比较多的 而且含有非常丰富的金氨酸、黛氨酸 可以辅助人体形成五腔色胺 五腔色胺可以帮助大脑活动,提高睡眠质量 良好的睡眠有利于大脑清醒 所以临床发现,经常吃小米有利于大脑保健 能够防止衰老 并且小米能够补脾胃 小米胃干入皮 黄色入皮 从味觉上讲 小米胃干而咸 所以经常食用小米 对于拉肚子、呕吐以及一些肠胃疾病 也有特别好的调理效果 小米可以帮助我们安神助眠 因为小米中含有安神成分 所以经常心慌、心悸、失眠的朋友 多食用一些小米 可以帮助我们调理 接下来准备一个雪梨 雪梨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水果 雪梨富含维生素A、维生素C以及维生素E 有非常好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促进肠胃消化 雪梨中富含甲钙镁酶 有利于体内补充微量元素 保持体内水电解质平衡 而且雪梨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以及维生素 经常食用可以预防老年性衰老 补充一些维生素 可以提高机体免疫能力 使机体更加有活力 可以减少老年痴呆的发病几率 雪梨可以帮助我们润肺 尤其是在冬季 肺部比较干燥 经常会伤肺 肺中有痰液排不出来 食用一些雪梨 可以帮助润肺化痰 如果雪梨加冰糖 再加一些百合 一起煮水食用 对于喉咙的保养 肺部的保养是很有帮助的 长期咳嗽的人可以食用 帮助我们来润肺治咳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几颗红枣 红枣对大脑也是非常有益的 红枣每100克含维C高达280毫克 所以被称为天然维生素丸 维C对于抗衰老 保护大脑 都是特别有效果的 维C可以使大脑敏锐 加强脑细胞蛋白质功能 可以促进脑细胞兴奋 所以经常吃一些红枣 对大脑是有特别好的补益作用的 红枣不仅含有丰富的维C 还含有丰富的铁元素 有非常好的补血安神效果 特别是女性朋友 每天吃三到四颗 可以美容养颜 可以补血 老年人也可以多使用一些红枣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补医身体 对于老年痴呆的预防 也是很有帮助的 红枣还可以养血安神 如果有心悸 失眠 健忘的朋友 食用一些红枣可以帮助我们安神 缓解健忘的情绪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一根铁棍山药 铁棍山药的营养价值要比普通的山药更高一些 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山药中含有丰富的淀粉 还有粘液蛋白 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 适当的食用山药 可以补心 降低血糖 同时山药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对糖尿病也有好处 山药中含有的淀粉 慢性肾病患者 需要限制主食所产生的非优质蛋白质 所以可以食用山药来进行替代 山药是含有优质蛋白质 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 避免糖尿病的并发症 山药的营养是特别丰富的 可以为大脑提供一些水解淀粉酶 提供一些热量 还能够健脑抑制 山药还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 糖尿病朋友可以食用山药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需要限制主食的摄入量 因为山药就代替了一部分主食 所以这时候就不能吃过多的主食 要防止血糖进行波动 并且山药可以帮助我们润肺止咳 对于肺部保养也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山药可以帮助补肾肾 如果肾气虚导致的面色无滑 神皮乏力 腰细酸软 已经滑筋 食用山药有特别好的补肾效果 我们先把山药去皮 然后切成小块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 倒入锅中 然后再加入适量清水 把食材煮上20分钟 朋友们家人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您动动您发菜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支持和鼓励 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20分钟之后 这道小米山药粥就煮好了 加入了雪梨红枣 润肺效果特别好 这个粥可以帮助我们 健脑抑制 防止老年痴呆 提高记忆力 对于身体保养也非常重要 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经常喝一喝 可以养护肠胃 润肺止咳 对于身体是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的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我们下期见